我和三婶虽然不是婆媳,但是关系处得比婆媳还要好。 这件事还要从老公的家庭开始说起。 我老公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当年公婆性格合不来,总是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他们有了孩子,双方的家人都是劝和不劝分。 但是随着老公渐渐长大,两人吵架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还摔东西。 时间长了,两家人也懒得再劝和,他们就离婚了。 那一年,老公七岁,他跟着他爸生活。 公公家里条件一般,又是农村孩子,再讨一个老婆不容易, 所以他在婚后,对新的妻子和后来的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对老公却逐渐疏远。 老公九岁那年,公公就带着再婚的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去了外地, 一边打工一边养家,把老公扔给老家的爷爷奶奶。 公公两三年都不回来一趟,给家里打生活费的次数也少之又少。 好在老公还有爷爷奶奶疼他,可随着爷爷奶奶上了年纪后相继离世, 老公就成了没有依靠的扶贫。 他年纪轻轻就开始打工养活自己,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 我虽然不生活在单亲家庭,但我爸妈重男轻女,从小到大,我得到的关爱很有限。 我和我老公是在打工时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在同一家工厂, 他同情我的经历,我也心疼他的不易。 慢慢地,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我们结婚时,老家连房子都没有。 村里人议论纷纷,老公的二姑出嫁后很少问家里的人, 反而是他三叔三婶觉得公婆做得太过分,给公婆打了好几次电话。 都说落叶归根,老公的爷爷奶奶去世前那些钱, 他几乎没在跟前进过孝道, 这次他要是对我老公依旧不管不问, 三叔和三婶不打算再认他这个哥哥。 公婆迫于压力,在老家盖了三间平房, 留作我和老公结婚用。 婚礼置办得很简单, 不过对我和老公来说, 却很激动, 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婚后,我们俩一块打工攒钱, 把老家的房子好好布置了一番。 我怀孕后期, 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上班, 就回了老家。 我临产前一个月, 我老公的后妈担心被村里人戳几两骨, 特地回家照顾我。 但是我能感受到她的不情愿, 她早上比我还能睡, 早饭都是我做给她吃。 我们俩本来就不熟悉, 住在一个屋檐下也是无话可说。 她不想待在家, 时不时就出门, 到镇上转一圈。 做饭的时候, 她会问我喜欢吃什么。 我知道她照顾我辛苦, 就说做点家常菜就行, 但不管我说炒土豆丝还是下面条, 她都会说一句, 我做饭不好吃咋办?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擅长。 我也不想为难她, 就主动劝她回去, 不用在家照顾我了,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她听后如释重负, 对外说是我嫌弃她照顾的不好, 不是她不愿意照顾我。 我明白她的心思, 也懒得去争辩什么。 那段时间, 我妈因为要带两个孙子, 也没时间来照顾我, 老公就提前请了嫁赶回来。 虽然老公对我还不错, 会做饭, 会洗衣服, 也会帮忙带孩子, 但她毕竟是个男人, 很多细节都照顾不到。 这天, 老公去集市给孩子买奶粉, 孩子时不时哭闹, 我心里烦闷时, 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我开门一看, 是三婶, 她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 三婶笑着说, 你还没吃饭吧? 我在闲着没事, 做了点吃的。 这面条是我亲手擀的, 汤是炖鱼的汤, 你快趁热吃, 这鱼汤面条 对坐月子的人最好了。 那一刻, 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三婶看出 我心情不好, 安慰我别哭, 坐月子期间, 情绪是容易起起伏伏的, 心大一点就好了。 三婶帮我抱孩子, 我把一碗面条全吃完了。 三婶说锅里还有, 不过我早上吃饭吃得晚, 肚子确实吃饱了。 我和三婶聊了会天, 她教我怎么带孩子, 哄孩子, 她走后,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从那以后, 三婶隔三差五, 就给我做好吃的送来, 我和老公都感激不已。 老公只请了四十天的假, 假期结束后, 就回去上班了。 孩子要喝奶粉, 家里要开销, 她必须挣钱养家。 老公走后, 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三婶时不时会来, 帮我搭把手。 她怕我心里过意不去, 经常说, 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帮你一点忙, 就当打发时间了。 你要是嫌弃我唠叨, 那我就不来了。 我连忙摆摆手, 我盼着三婶来我家呢, 怎么会嫌弃她呢? 三婶有两个女儿, 一个嫁到了外地, 一个虽然嫁得不远, 但常年在外地上班, 一年也难得回来一趟。 三叔在县城打工, 一个月能回来三四天。 所以她常常一个人在家, 有空就会过来帮我带孩子, 我们俩也算是互帮互助了。 虽然有三婶帮忙, 但我偶尔也觉得委屈, 为什么别的女孩子结婚了? 有公婆和父母, 还有老公疼爱, 我却过得这么可怜呢? 三婶看出我心情不好, 不会多问, 反而是带着我感激散心。 有时候她去地里忙活, 也会喊我一起, 我陪她说说话, 心情会好许多。 孩子三岁之前经常发烧, 有一次夜里起了高烧, 老公在外地赶不回来, 我一个人在家急得团团转, 我实在不知道该找谁, 就敲响了三婶家的门。 三婶披着外套开门, 得知孩子发烧了, 立马骑着三轮车, 带着我和孩子到镇上的医院。 我当时太着急, 脑袋都是猛的, 不知道该干啥。 三婶帮我找医生, 缴费, 抱孩子。 那天晚上, 三婶没有回家, 留在医院陪了我们一夜。 到了下半夜, 她时不时给孩子量体温, 给孩子物理降温。 天亮时, 孩子退烧了。 三婶带我们回家的路上, 我忍不住小声抽气。 如果没有三婶帮忙,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虽然我和她只是亲戚, 但在我眼里, 她就是我的家人。 我知道三婶对我好, 所以到了农忙的时候, 我会帮她搭把手。 她去地里干活了, 我就在家做好饭, 等她回来。 三婶手很巧, 会织毛衣, 我家孩子的毛衣, 基本上都是她织的。 她家地里种了棉花, 冬天天冷, 她搭棉被时, 也会给送我们一床棉被, 冬天盖着很暖和。 儿子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纪, 总是问我, 爸爸去哪了? 为什么别人家有爸爸, 他爸爸不在家? 我不希望孩子在没有父亲的陪伴下长大。 和老公商量后, 我们租了一间民房, 孩子在附近念幼儿园, 我找了份工作补贴家用, 我们一家人终于能每天团聚了。 离家后, 我们回老家的次数自然少了许多, 但每年春节, 我们都会坐车回老家一趟, 去看望三婶。 三婶知道我们来一趟不容易, 早早就开始买菜做饭。 临近中午, 我们下了火车, 三叔骑三轮车去接我们, 回到家就能吃饭了。 我让三婶等我回来再做饭, 三婶说, 你们在外面辛苦了一年, 回来就好好吃一顿, 我就是顺手做些饭菜, 累不着。 我给三婶红包, 三婶不肯收, 我就给她买东西, 家里的洗衣机坏了, 我和老公悄悄去集市给她买新的。 我和老公都不是那种甘于平庸的人, 我们能吃苦, 也不怕苦。 在外面打工的日子里, 我们起早贪黑, 省吃俭用, 慢慢地手里攒了一些钱。 这些年, 我们买了房子, 买了车, 日子越过越好。 三婶看着我们过得好了, 打心底里替我们高兴。 不过我们回去, 她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一年赚多少钱, 也没埋怨我们买的东西少了。 过年我买大闸蟹回去, 三婶反而数落我太破费, 我们赚钱不容易, 要省着点花。 我虽然不常回家, 但经常和三婶聊天。 前段时间, 我给三婶打得知她身体不大舒服。 我劝她去医院看看, 但她心疼钱, 一直不肯去。 我不放心, 开车回家, 接她到了我家。 她不肯来, 我谎称工作忙, 让她帮忙带孩子, 她才同意。 第二天, 带她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 还好只是些小毛病, 吃点药调理一下就好了。 不过三婶看起来挺憔悴的, 我知道三婶的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平时也没人照顾她。 于是, 我就让三婶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 好好调养一下身体。 三婶知道我的心意, 也不好一直推辞, 就住下了。 那段时间, 我陪着她在城市转了转, 带她吃了当地的小吃, 给她买了衣服鞋子。 小区里的人以为我们是婆媳, 夸三婶真有福气, 遇到我这么好的儿媳妇, 三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好顺着话说, 是啊, 我也觉得我真有福气。 三婶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气色好了许多。 三婶回老家的时候, 是她两个女儿来接的。 他们看到三婶在我们家住得这么好, 心里也很感激。 他们给我发了感谢的红包, 我没有收下。 当初三婶对我好, 现在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我照顾她是应该的。 现在, 我依旧会和三婶打电话聊生活, 三婶的两个女儿知道我的心意, 对我也很好。 因为三婶, 我和老公体会到了家的温馨, 我很庆幸遇到了三婶。 在我心里, 三婶就是我亲人, 以后她老了, 我也会给她养老, 报答她的恩情。 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人世间, 女孩子就指南, 我后妈被卖到了乡下, 我爸被送进了监狱, 他们的儿子也一辈子被毁了。 这一切都是我推波助澜的, 因为他们害死了我妈。 隔腕自杀的人不会立马死去, 血越流越多, 人也越来越虚弱。 一开始还有力气说话, 到了最后只能勉强挤出个表情。 血流不动了, 闭上眼睛就像是睡着了, 人也就死了。 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亲眼看着我妈隔腕自杀的。 八岁到十一岁这三年, 村里人都爱问我一个问题。 李盛南, 你妈怎么死的? 我害死的。 对, 我妈是我害死的。 如果我是个男娃娃, 我妈就不会死了。 我叫李盛南, 八岁生日那年, 我第一次穿裙子, 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妈, 男娃娃都不穿裙子, 我也不穿。 从我懂事起, 我妈就说男娃娃能做到的事情, 我也得做到, 因为这世上女人活得最苦。 我妈一听这话, 累不住地流。 她一只眼还是乌青的, 前几天被我爸喝醉酒打的。 盛南, 妈妈累了, 以后的路你自己走。 她说完这句话, 用一把水果刀割腕自杀了。 后来我反复梦到那一晚, 都觉得是一场噩梦。 噩梦醒过来, 我妈还在。 真正醒过来的时候, 我又庆幸她不在了, 因为她不在了, 就不用被我爸打了。 我妈自杀那晚, 大概是她这辈子最有存在感的一天。 我奶奶, 爸爸, 舅舅, 七大姑八大姨齐聚一堂。 见女人, 不就是没给她闺女过生日, 居然死了。 刘善村哪家食星给女娃娃过生日, 真是拎不清。 我爸一脸不耐烦, 仿佛死的不是她老婆, 只是一条看门狗。 我奶更是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生不出男娃的赔钱货, 一辈子连累我老李家。 我看她是知道以后不能生了, 没脸活着了。 说完, 她转头看着我, 你要是个男娃娃, 你妈就不会死了, 都是你害死了你妈, 你这个杀人犯。 我不明白, 失去妈妈的我, 怎么就成了杀人犯? 葬礼? 还搞什么葬礼? 脏了老李家的祖坟。 我奶说, 我妹清清白白嫁过来的, 让你们老李家逼死了, 连个坟都不提供。 行, 那给点赔偿吧。 我就张口就要钱。 两人因为这事, 在我妈尸体面前, 差点就掐起来。 最后, 还是我爸一脚踹翻了桌子。 他指着我, 等他十八就找个人嫁了, 彩礼钱给你们, 你滚吧。 我就仔仔细细看了我两眼, 嘟呢, 我妹妹不能这么白死, 我乃掐着我的脸, 阴阳怪气, 你万生女这张脸, 跟他那个桑门星的妈, 一个母字刻出来的。 你那个赔钱货妹妹, 不就讹了我们老李家六万六的彩礼? 他生的小贱种, 起码值四万。 前望, 你要是在死抓着不放, 李盛南就归你养了。 我就当场转身, 李家的肿, 改你养大, 别想赖着我们钱家。 最后, 我爹用一张床单, 把我妈包起来, 丢到东山上埋了。 凌晨三点, 人走光了。 我看着敞开的门, 才意识到, 我是个没妈的娃了。 自从我记事起, 就没见过我妈身上有一块好肉。 每次我爸打我妈的时候, 我奶奶总是说, 都怪你不是个男娃娃, 让我们老李家脸上没光。 我妈被打完, 跟没事人一样, 搂着我笑, 等你长大了, 考上大学了, 带妈出去享福。 她总说不疼, 但是我知道疼。 半夜, 我总能听到她躲在被子里哭, 眼泪打湿了半个枕头。 那个时候, 我唯一的盼头, 就是好好学习, 考上大学。 可惜, 我妈死了, 我乃只想, 等我十八岁, 把我卖了。 我没有出路了, 还活得像个杂草。 我乃每天对我非打极骂, 因为我是个赔钱货。 一天只能吃一顿剩饭, 因为我是个赔钱货。 日子过得太苦了, 好几次我都想去找我妈。 我有时候想, 妈你为啥不能再熬一熬, 熬到我长大考上大学。 一直到十一岁的时候, 我才知道她不是不想熬了, 是她活活被人逼死的。 那个人叫杜春娟。 我八岁那年, 杜春娟在城里 给我爸生了个男娃娃。 我上初一的那个夏天, 我奶奶让我跟着别人 去城里打工。 我爸带着杜春娟回来了, 杜春娟怀里抱着一个娃娃。 那是我奶奶盼着的男娃娃, 三岁了, 叫李家宝。 他们俩是怎么勾搭在一起的呢? 我爸这些年一直跟着一个包工头 倒腾建材, 有点家底。 杜春娟也是我们村的, 在洗脚城见到我爸陪客户, 当时就动了心思, 他俩就是那会儿勾搭上的。 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这些都是杜春娟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的, 包括他特意带我妈去体检, 告诉我妈不能再生育这件事情。 难怪那天我妈说要给我去城里买衣服, 回来就自杀了。 原来是杜春娟带他做了体检, 见了刚出生几个月的李家宝。 当然, 也见到了想要买我给他吃傻儿子做童养席的山沟老汉。 我妈是你给害死的, 是你, 是我逼死的, 你又能怎样呢? 你也只能在我手下讨生活。 他一脚把我踹在地上, 李胜南, 别以为真是来享福的。 你要记住, 你是来给家宝当牛做马的。 把我跟家宝伺候好了, 才有你一口饭吃。 我看着他那嚣张的嘴脸, 恨不得扑上去掐死他。 可是我不行, 因为我爸和我奶就在客厅坐着, 他们随时都能进来。 杜春娟说我是来给李家宝当牛做马的, 也的的确确确过了这么多年。 李家宝七岁了, 出门前鞋都是我跪着给他穿的。 李家宝不开心就用他的积木砸我, 看见我疼了他就高兴。 杜春娟喜欢打牌, 打赢了就让我给他洗脚, 打输了就不给我饭吃。 在李家, 在杜春娟跟李家宝的眼里, 我就是给他们使唤的畜生。 有一次李家宝蹲在阳台上铲土, 不知道怎么不顺心了。 他挥舞着玩具铲子就朝着我打, 一边打一边哈哈大笑。 我胳膊上被打得轻一筷子一筷的, 那一瞬间, 愤怒冲昏了我的头脑。 我抓起李家宝就往窗户外面推。 这一幕正好被我爸跟杜春娟看到。 我爸冲过来把我踹到地上, 抽出皮带就是一顿打。 我抱着头躺在地上不敢反抗, 疼痛让我渐渐清醒过来。 一阵后怕, 我要是杀了李家宝, 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绝不能让这烂泥一样的生活把我拖入深渊。 我拼了命地开始学习。 可惜, 我乃和杜春娟又出幺蛾子了。 他们不想让我继续上学, 甚至还准备直接去学校给我办退学手续。 好在, 最后我爸发现了一封信, 是我妈自杀前留了一封遗书。 她威胁我爸, 我奶奶, 要是不让我读书, 还把我卖了, 就化作厉鬼, 报复老李家。 我爸是做工程的, 最信这些。 所以, 这些年, 我奶奶再怎么嫌弃我, 也不敢为了那几万块卖了我。 她用自己的命, 保住了我, 也保住了我唯一的出路, 上大学。 为此, 我奶变本加厉地打我, 有时候, 我爸和杜春娟也一起打。 杜春娟打开窗户, 李盛南, 你要是从这儿跳下去, 一了百了, 不用受苦了。 我不能死, 我怎么能死? 我奶奶还带着金镯子炫耀有个好儿子, 好儿媳, 好金孙。 杜春娟这个小三, 还作威作福, 从洗脚城的妓女, 成了老李家的媳妇。 我爸这个酗酒, 出轨, 打老婆的男人, 竟然成了城里有房有娃的公头。 我要是就这么死了, 这人间真成了他们的天堂。 即使我身在地狱, 我也要挣扎着活着, 更要活出个人样, 让我妈知道, 就算我是个女娃娃, 也能挣出一个前程。 就在我初三那年, 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也终于体会到学习带给我的力量和好处。 那天, 我爸心情不好, 杜春娟趁机污蔑我, 说我推了李家宝一下。 我爸毫不犹豫就相信了。 妈的, 一天天就会给老子找事, 再闹, 就滚回乡下去。 老子供你吃供你穿, 不是让你给老子添堵的。 我爸打累了, 甩下皮带, 坐在沙发上骂骂咧咧。 我躺在地上, 疼得动弹不了。 刚刚被我爸踢到了腰, 只能蜷缩着。 还好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疼痛, 这些年的抗打能力也练出来了。 本来这个时候, 他应该再骂我几句, 就出门找人喝酒聊天。 但今天不同, 他突然盯着我身上的校服看了看, 又问我, 你也在意中, 上几年级了? 哪个班? 初三二百零一班。 我讽刺地想, 三年了, 这还是头一次听他关心我在哪个班。 我爸蹭得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你成绩咋样? 认识周扬部? 跟你一个班的? 周扬, 我们班大名鼎鼎的关系户, 听说学校那栋科技楼就是他爸盖的。 我爸这么一问, 我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肯定是有求于人。 我看到杜春娟表情一变, 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是我们班第一名, 跟周扬挺熟的。 李盛南你要是能带着周扬考到省实验,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我要你给我妈立个坟。 我妈在东山上那块荒地躺了整整八年了。 杜春娟为了刺激我, 特意给我看过照片。 孤零零的一个坟包, 荒草满地, 连个牌位都没有。 生个女儿就是赔钱, 连个给她上坟的人都没有。 不像我, 有家宝。 我永远忘不了, 杜春娟说这话时那个得意洋洋的表情。 如今我的机会来了, 杜春娟急了。 省实验是最好的学校, 李盛南, 你别做梦了。 杜春娟咬着牙骂我, 赔钱货就是赔钱货, 你妈死了, 你连个坟都给不了她。 还是生儿子好, 将来家宝孝敬我。 杜春娟, 外面大把女人给我爸生儿子, 儿子多了就不值钱了, 我笑笑。 你不是说在老李家, 不能生的女人猪都不如, 你还能生吗? 在嚣张的小三也有老的时候。 我妈在东山的荒地躺了八年, 杜春娟也老了。 我爸生意越做越大, 女人也越来越多, 杜春娟慌了。 杜春娟别的本事没有, 唯有一样, 能忍。 洗衣服从我爸裤兜里, 掏出一条蕾丝内裤, 他都能不动声色地丢掉。 我爸也就满意杜春娟这一点, 觉得他识大体。 其实, 我跟周杨一共就说过三句话, 根本不熟。 我本来想着周一到学校 跟周杨熟络一下, 但是万万没想到, 我爸当晚就给周杨他爸打电话, 说约明天吃饭。 我特怕周杨拆穿我, 紧张地掐手指。 杜春娟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李盛南, 你是不是撒谎? 我可从没听说过 你跟周杨熟悉。 我也不好意思跟同学说, 我有个妓女后妈, 我反唇相机。 杜春娟想打我, 又碍于我爸瞪着他, 不敢动手。 周总, 对对对, 是我, 李德财啊。 我今天才知道 我家丫头跟周少爷一个班的, 可不是巧了, 这丫头学习成绩全班第一, 跟周少爷关系不错。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让我家丫头跟周少爷讲两句。 我爸立马把手机塞给我, 殷切地盯着我, 杜春娟也紧紧地盯着我。 我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周杨拆穿了我, 我爸肯定会毒打我一顿, 把我丢回乡下。 我紧张地拿过手机, 李盛南, 听说咱们很熟, 周杨一如既往地说话带笑, 我没敢开免题, 只能大声说, 行, 咱们明晚一起吃饭。 好, 我挂了。 我怕我爸看出端倪, 立马挂断了电话。 如果今晚被周杨拆穿, 我绝对没机会了。 明天吃完饭, 我爸再知道真相, 我还有缓和的机会。 我爸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 打量我急眼, 一天到晚就穿个校服, 你这个当妈的, 也不知道给他打扮打扮。 旁边的李家宝被忽视了, 抬腿就踢我。 我爸把李家宝巴拉开, 头一次凶他, 几点了还不去睡觉。 杜春娟怕我爸动手, 赶紧抱着李家宝走了。 盛南, 周杨他爸是我的衣食父母, 明天好好表现。 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么多年, 他头一次正是我, 把我当一个人一样对话, 而不是像一个 只会张嘴吃饭的物件。 我也明白过来, 在我爸眼里, 女人, 儿子都没有钱重要。 如果失去了周杨他爸这个衣食父母, 他会不会气死? 当晚, 我的QQ上收到一条消息, 周杨, 第一名, 其实咱俩也算熟悉, 毕竟只有我知道你的秘密。 我跟周杨只说过三句话, 他却不止跟我说过三句话。 我们初一就同班, 但是真正接触是在初二夏天的运动会上。 那年, 那年我们八百米体能测试, 很多同学都不及格。 学校为了鼓励同学训练体能, 搞了两个八百米项目。 女生单独一个八百米, 男女混合八百米接力赛。 获得比赛第一名的人有五百块钱奖金。 我一听有奖金, 立马就报名了。 八百米大家都不爱跑, 我一个人报了两个项目。 大家都以为我疯了。 老师犹豫了一下, 还是让我上了。 因为我是我们班八百米跑得最快的, 比男生还要快。 我妈死以后, 我就一直在锻炼身体。 没有别的, 就是跑, 一直跑。 因为我怕哪天被卖到山沟里, 我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出乎意料的是, 男女混合接力竟然是周扬。 我当时就觉得泄气, 周扬这人对什么都不上心。 奖金怕是拿不到了。 我犹豫了一下, 就想跟老师申请退出。 不巧, 正好碰上周扬, 当场把他得罪了。 第一名, 看不起我。 周扬脸色不好,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周扬性格爽朗, 虽然学习垫底, 但是在班里一呼百应。 要是得罪他, 日子不好过。 我不想横生之劫, 因为这些事耽误学习, 只能撒谎。 没, 我怕拖累你。 周扬笑了一下, 表情怪怪的。 到了运动会那天, 周扬的表现让我很惊讶。 我先跑的八百米, 稳稳地拿了第一, 半个小时后开始混合接力。 当时定好的我先跑, 周扬后跑。 我想提前拉开距离, 给周扬制造优势。 结果到了比赛的时候, 周扬竟然要跑第一棒。 周扬只说了一句话, 第一名, 我真怕你猝死。 我只记得那天全场珊瑚海啸, 全场都在喊周扬的名字。 他像风一样冲到我面前, 把接力棒塞给我。 汗水浸透了他的头发, 他的目光炙热得像太阳。 第一名, 我不会拖累你。 周扬跑得太快了, 很容易就拿到了第一。 我原以为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交集, 没想到尴尬的还在后面。 跑完以后, 我躲在一边休息, 精神一阵恍惚, 居然晕过去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 是在校医务室。 校医说我营养不良, 要给我书葡萄糖。 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根本不敢待着。 匆匆跑出去的时候, 正好撞上周扬。 他一把抓住我, 发了狠劲把我按到一个角落坐下。 我不想大庭广众之下跟他拉扯, 引起别人的注意力。 我戒备地看着他,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因为周扬的脸色非常难看, 活像吞了一只屎壳浪。 他一言不发地拿出一瓶水, 一块巧克力硬塞到我手里。 我当然不敢拿, 也不想跟他多纠缠, 就要走。 你要是敢走, 我就把你被家暴的事情告诉所有人。 周扬的声音蕴含着愤怒, 平日里张扬的眉眼竟有些利器。 我一时间愣住了, 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退后几步。 周扬又说, 我以为你是热晕过去的, 把你校服外套脱了。 我一年四季都穿得严严实实, 就是为了遮挡身上的痕迹。 如果我被家暴的事情闹大了, 我爸只会更严厉地收拾我。 如果影响到他的事业, 他甚至会到乡下找个人把我卖了。 周扬看我不再跑, 按着我坐下, 让我吃那些东西。 这一次我没拒绝, 谢谢。 我始终记得那个夏天的午后, 在小花园, 燥热的风吹过, 带着花香。 我跟周扬坐在花池边上, 沉默着各有心事。 我吃完一块巧克力, 小肚子一阵脚痛。 可能当时脸色太难看了, 把周扬吓了一跳。 周扬嗓音都在颤, 喂,第一名你别吓我, 我带你去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周扬之所以怕成这样, 是因为他妈第一次发病的时候, 就是我这样。 我感觉到裤子有陌生的潮湿, 这才意识到是怎么了。 一时间我更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周扬看我捂着小腹, 也渐渐反应过来。 他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 你, 你等着。 周扬给我买了一杯热饮, 还有一包卫生巾。 我低着头去洗手间换好, 腰上还记着他的校服外套。 周扬一路陪我走出校门, 我没跟他说话,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初中两年, 我没有任何朋友。 杜春娟没有给我一分零花钱, 甚至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不让我吃饭。 我爸这几年越发地喜怒无常, 喝醉酒的时候必定要动手打我。 应付他们已经让我精疲力尽, 还要百分百投入学习。 我没有精力, 也没有资本去交朋友。 面对周扬的接近, 我只觉得疲惫根不安。 谢谢, 别再跟着我了。 你的事情我不会说的。 谢谢。 我朝着前面走, 夏天的光晒得我有些晕。 走了一会儿, 我忍不住扭头看了看。 周扬竟然还在原地站着, 他就那么看着我。 第一名, 我叫周扬, 扬树的扬。 他朝着我用力地挥手,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我看着他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哭。 我觉得周扬有点傻, 同学两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是我妈自杀以后, 头一次有人靠近我, 对我好。 但是正因为这点好, 我差点被杜春娟打死。 那次, 我拿着周扬给我买的热奶茶, 一直也没舍得喝。 回家的路走回去 要半个多小时, 我没钱坐公交。 这半个小时, 我似乎想了很多, 又觉得脑子空荡荡的。 回到家以后, 杜春娟跟李家宝两个人都在。 空气中散发着炸鸡的香味, 我的未得的脚痛。 我沉默地进去, 正想回房间, 却被叫住了。 妈, 你快看。 他手里有奶茶, 你的钱肯定是李盛南这个贱人偷的。 李家宝兴奋地喊起来, 嗓子又粗又难听。 还没等我反应, 杜春娟已经冲过来了。 他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抬手就打了我两个耳光。 我耳朵轰鸣着, 只觉得天旋地转。 过去的几年, 我每次被毒打都想死。 死了, 一了百了, 可我还是活下来了。 我每次想起的时候, 都觉得我妈在跟我说话。 她一边哭一边说, 盛南啊, 要活下去, 要好好活下去啊。 好你的小婊子, 居然还学会了偷钱。 杜春娟抢过我的书包, 把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倒出来。 我靠在墙边用力地喘着气, 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去。 我没偷钱, 奶茶是同学给我买的。 我看向满嘴油光的李家宝, 他给我一个得意洋洋的表情。 可能杜春娟做梦都想不到, 他心里的乖儿子早就学会了偷钱, 撒谎。 李家宝有个手机, 整天抱着玩游戏看直播。 喝, 才七八岁, 能懂的都懂了。 杜春娟看着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 嗓子一下子就拔高了。 同学, 男同学还是男拼头? 什么同学会给你买卫生巾? 他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 来那事儿, 是个女人了。 李盛南,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被人白白睡了, 你爸要打死你的。 我知道, 毕竟你被人睡了这么多年, 都是收费的。 我呵呵一声, 低头去捡东西。 杜春娟的遮羞布被我扯开, 恼羞成怒, 抓起边上的鞋把子, 对我一顿猛抽。 我实在疼得受不了, 但是又不敢反抗。 杜春娟怀孕了, 三个月, 据说是个男孩。 我要是敢反抗她, 动了胎气, 我就彻底没活路了。 她打了十分钟才松手, 去, 给我洗点水果。 杜春娟扶着腰去沙发上坐下, 我麻木地去了厨房。 李家宝在我身后喊, 你可别偷吃。 我在厨房用冷水洗了把脸, 才从疼痛中缓过神。 洗好水果, 我出去站在墙角, 听到杜春娟打电话。 对啊, 来那事儿了, 应该没跟男人睡过, 她没那个胆子。 也不小了, 十四还是十五了, 再过两年就能嫁人了。 嫂子, 过两年把她嫁给咱们大妃吧, 都省了彩礼钱。 这死丫头跟她那个娘长得像, 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大妃不是去年见过她一次, 打电话跟我问过好几次了。 啥? 给钱家? 那都是几年前的老皇历了。 我浪费米粮把她养大的, 凭啥便宜了钱家人。 她不愿意有个屁用, 还真想考上大学, 飞出我的掌心, 做梦。 就这么说定了, 年底让大妃来一趟, 关上门, 生米煮成熟饭她也跑不了。 杜春娟的声音, 清晰地传到我耳朵里, 一字一句让我浑身冰冷。 大妃是杜春娟的侄子, 今年十九, 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 去年杜大妃来拜年住了一晚, 半夜竟然去敲我的门。 还好我睡觉一向把门锁死, 不然, 想起往事, 我忍不住一个哆嗦。 杜春娟挂了电话, 摸着肚子, 我的小儿子哦, 你可得给妈争气。 等你出生了, 你爸外面的那些小妖精 就都没盼头了。 她三个月的肚子 已经微微隆起, 仿佛承载着杜春娟 无限的期盼。 我转头看着李家宝, 她也看了看杜春娟的肚子。 自从杜春娟怀孕以后, 她给李家宝的关注 越来越少了。 妈妈,抱抱。 李家宝扑到杜春娟的怀里, 杜春娟吓了一跳, 赶紧把她推开。 家宝, 妈妈怀着弟弟, 不能抱你。 你以后得离妈妈远一点, 不然会伤害到弟弟的。 李家宝似懂非懂, 不吭声了。 我无声地注视着这一幕, 背上的伤痕, 疼痛地几乎燃烧起来。 我想起, 上次杜春娟带着我 跟李家宝去商场, 李家宝去女厕所偷看被逮住。 杜春娟阵阵有词, 她还是个孩子, 跟她计较什么? 是啊, 李家宝还是个孩子, 如果她做错了什么事情, 杜春娟也不能计较吧。 毕竟, 她还是个孩子啊。 我开始实行了我第一步计划。 杜春娟曾经说过, 不能生的女人 在牢里加猪都不如。 而如今, 她也成了那个不能生的女人。 她在病房里嚎啕大哭, 脸色枯黄, 眼睛通红。 她神经质地念叨, 一定是李圣南, 一定是李圣南 这小贱人害的我。 我余光扫到我爸走进来, 端了杯热水凑过去。 孩子跟你没有缘分, 你谁也别怨。 谁能想到, 你半夜上个厕所 都能把孩子摔了。 杜春娟一巴掌挥舞过来, 带着吃人的神情。 我一个没端吻, 杯子就朝后面砸过去。 一杯热水 稳稳地砸到了我爸身上, 烫得他呲哇乱叫。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烫, 睡个觉就遇上这种事。 你他娘的乱叫什么? 我爸抱脾气上来, 三步并坐两步上去, 给了杜春娟一个耳光。 还嫌不够丢人, 整个医院都听见你的驴叫声了。 杜春娟被打得愣住了, 扑上去。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怀的是你老李家的儿子。 我爸不耐烦地推开他。 什么儿子? 医生说了是个丫头。 杜春娟一听是个丫头, 那骨子劲儿一下子就谢了。 他喃喃自语, 咋能是丫头呢? 我爹说这是生儿子的秘方。 我站在一旁静静地想, 这个妹妹还好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妹妹, 你是不是知道人间太苦, 提前走了? 杜春娟又很快回过神来。 咬着牙说, 德才肯定是李盛南害得我流产。 他今天能很下心害我, 明天就能害你, 害家宝,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我爸一听这话, 一双眼睛若有所思地打亮着我。 我装出害怕的样子, 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 我爸供我吃供我穿, 还让我上这么好的学校, 我怎么可能害我爸? 没有他, 哪有我? 果然, 我爸的神情慢慢舒缓开。 呵, 我甚至能猜到他的想法。 是啊, 他李德才给了我一条命, 不缺我吃, 不缺我穿的, 我一个丫头骗子, 凭啥恨他。 杜春娟居然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 抱着我爸的腿, 我可是跟了你十几年。 老公, 这件事情查不清楚, 我心里不安生, 我害怕呀。 要是身边时时刻刻有这么个想害咱们的人, 这日子往后怎么过呢? 我爸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竟然问, 你想怎么查? 杜春娟抬头看向我, 眼神恨恨的, 我是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 肯定是有人在地板上滴了东西。 平时厕所的灯都好好的, 偏偏今晚忽然就灭了, 肯定是有人趁着我上厕所灭了灯。 我装作惊慌的样子, 变白, 不, 不是我, 我一直在屋里睡觉, 没起身过。 杜春娟瞬间露出个得意的表情, 李盛南, 我可是在家里装了监控。 我吓得声音都在抖, 一脸害怕, 什么, 什么监控, 我咋不知道, 自己家, 为什么装监控? 杜春娟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肯定是你个小贱人害的我, 不然你心虚什么。 一想到能逮住我的把柄, 杜春娟也不养身体了, 连夜就要出院。 一路上, 我爸的神情都阴沉沉的, 他这个男人, 自私到了极点。 如果这个家, 有人想触犯他的利益, 那就是跟他过不去。 而杜春娟肚子里未出事的孩子, 也属于我爸的利益。 毕竟, 他跟杜春娟都信誓旦旦地以为 那是个男娃, 但我这次不怕, 终于到了家。 杜春娟腊黄的脸上 却充满了不一样的神采, 他要借这一次彻彻底底地扳倒我。 只要我爸把我赶出去, 他就能随意处置我。 这些年, 我跟我妈越长越像, 就是在杜春娟心里扎了根刺。 杜春娟拖着我进去, 生怕我跑了一样。 李家宝还在家等着, 没睡觉。 家宝, 去拿妈妈手机。 他指使着李家宝把手机拿出来。 李家宝一看, 这就是要审判我的架势, 比谁都积极兴奋。 手机拿出来, 我爸亲自查看监控视频。 他抽着烟看着, 眉头越皱越深。 我扑通一下子坐下来, 身子发软, 流着泪说, 爸, 我承认, 半夜我是醒来过。 我是半夜醒来过, 可是比我先醒过来的是李家宝。 监控上看得一清二楚, 李家宝先去了一趟厕所。 他出来没多久, 杜春娟又上厕所。 杜春娟一进厕所, 李家宝就冲过来关掉了厕所的灯。 而我, 只是碰巧也要上厕所。 谁也不知道, 我的兜里揣着一袋洗发水。 我怕李家宝太笨, 成不了事。 我爸爸监控反反复复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根烟抽完了, 他碰得一下把手机砸在地上。 巨大的声音让李家宝一个哆嗦, 他吓得缩在沙发角不敢动。 杜春娟彻彻底底地蒙了, 家宝, 你是不是在厕所的地板上放东西了? 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 他的好儿子李家宝会害他。 我爸抽出皮带, 李家宝, 我问你, 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李家宝迅速地看向我, 习惯性地指着我, 我没有。 是理性难干的。 我反问他, 我干嘛了? 李家宝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 又着急又害怕。 是啊, 他当然说不清楚, 因为我什么都没干。 我只是在李家宝洗完枣以后抱怨了一句, 李家宝, 你下次洗完枣把地板收拾干净, 沐浴液太滑了。 这一次是我摔倒了, 要是你妈摔倒了, 肚子里的孩子都可能摔没了。 在我爸的逼问下, 李家宝果然沉不住气, 他破罐子破摔, 对, 是我干的又能咋? 谁让我妈一天念叨给我生个弟弟, 不是说李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要什么弟弟, 有我一个还不够吗? 我爸怒急返校, 你可真是老子的好儿子。 老子还没死呢, 伦德道你说话。 他一把抓过李家宝, 狠狠地朝着他抽过去。 李家宝滚在地上, 嚎叫得像一只被烫蹄的猪。 妈, 我错了, 救我, 我再也不敢了。 杜春娟回过神来, 扑过去护着李家宝。 老公, 家宝肯定不是故意的, 他还小, 还不懂事。 老子在外面赚钱, 你就是这么教我儿子的。 杜春娟, 要是你教不好孩子, 就换个人来教。 我爸打上了头, 不管不顾地, 一皮带一皮带地抽过去。 我站在一旁, 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我第一次对杜春娟下手。 而往常, 挨打的那个人是我。 李家宝有杜春娟护着, 我只能抱紧自己。 杜春娟刚流产, 被这么一顿暴打, 身体在出血。 李家宝这个闹肿, 只敢躲在他妈身后。 我看着我爸暴怒的样子, 猙獰又可怕。 这是我跟杜春娟的战争吗? 是, 也不是。 自那以后, 杜春娟恨透了我。 我跟他的矛盾愈演愈烈。 他身子大不如前, 我爸也很少回家。 他守着一个李家宝, 就是他仅有的财产了。 现在我爸因为周扬的事情重视我, 杜春娟能不慌吗? 小贱人, 你别得意。 要是让周扬知道, 你害我流产, 他肯定觉得恶心。 小小年纪就这么狠毒, 谁会愿意接近你? 临近饭局, 杜春娟威胁我。 可他却不知道, 我从不祈求别人伸手。 这时间太黑, 别人的光亮从来照不亮我。 我只能守着心里的这盏灯, 小心翼翼前行。 去吃饭那晚, 杜春娟给我买了一条白色连衣裙, 外面有个防晒衫。 我胳膊上全是伤, 他们不敢让我露出来。 我爸开车带我们去本地最好的大饭店, 这是我第一次坐他的车。 路上他不断地叮嘱我等会要好好表现, 千万不能给他丢了面子。 周扬跟他爸到的晚, 我爸第一时间就迎了上去。 这是我跟周扬第一次在校外见面。 原来洞哲对我打骂的人, 在比他强的人面前也就那样。 如果哪一天我站到一定的高度, 是不是也能俯视他? 我看着我爸点头哈腰的样子, 竟然生腾起对抗他的勇气。 盛南,快给周总、周少爷敬一杯酒。 我爸拉扯着我, 我心里有些难堪, 毕竟我不是酒厂上的小妹。 我刚端起酒杯, 周扬就把我拽了出去。 骄纵四溢的周少爷, 有随心所欲的资格。 谢谢。 谢谢他没拆穿我, 毕竟我们两个关系根本不熟。 也许这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 但是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 周扬戳戳了一下我肩膀, 只会说这么一句。 我想了想, 看着他, 我一定会带你考上省实验的。 周扬愣了一下, 继儿哈哈大笑起来。 我觉得他脑子不太好, 忍不住踢了他一下。 周扬很郑重地说, 李盛南, 我相信你能做到。 我心想, 我不是能做到, 而是我一定要做到。 初三这一年, 我每天放学都跟周扬补习。 周扬的成绩飞速成长, 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省实验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刻, 周扬搂着我的肩膀说, 李盛南, 你做到了。 我笑笑不说话, 因为我知道, 这不全是我的功劳, 周扬本身就很聪明。 他消极学习, 只是想弃他爸。 周扬说, 李盛南, 你爸逼死了你妈, 我妈为我爸累死了。 咱们俩都是可怜人。 周扬他妈陪他爸白手起家, 有半壁江山都是他妈打下的。 早年积劳成疾, 得了癌, 没救过来。 他妈又坚强又聪明, 临死前为周扬筹划好了一切。 就算周扬他妈不在了, 他爸也不敢再生, 否则会失去一切。 我妈比不上他妈那么强大, 但是他尽力了, 他只有这么一条命值钱都给了我。 一直到上高三, 我都过得不错。 有周扬这面免死金牌, 我爸不敢再打我。 就连杜春娟, 也不敢在暗地里欺负我。 他比谁都清楚, 我爸是个眼里只有钱的人。 我跟周扬被一大提前录取。 我实现了我妈的愿望, 考上了大学。 我爸的事业蒸蒸日上。 我奶奶在村里风光无限, 李家宝被杜春娟养得蠢笨蛮横。 杜春娟穿金带银, 养尊处优。 我妈有了一块像样的目的。 如果我继续往前走, 过去会被彻底抛弃。 但是我甘心吗? 我无数次问过自己, 我不甘心。 如果没有我妈舍了一条命, 如果没有周扬的出现, 那我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某个不知名的山沟, 为一个吃傻的男人生孩子。 该偿还的债, 一个都跑不了。 放学后的一个晚上, 我敲开了王小梅的门。 她年轻的面孔透着慌张。 她知道我是谁。 我再次回了家。 哟,高材生回来了。 拽什么拽, 只知道读书的呆子。 这两句话, 杜春娟来来回回地说。 她没能耐对我使用暴力。 脑子也就显得十分贫瘠了。 李家宝恶狠狠地盯着我。 李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别想跟我争抢。 这是李家宝的口头禅。 从她会说话, 杜春娟就跟她念叨。 半夜十二点, 我听到开门的声音。 紧接着是我爸骂骂咧咧的声音。 她这几年, 脾气越来越大。 过了一会儿, 我又听到杜春娟的哀嚎。 我站在门口,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李德才, 我给你们老李家当牛坐马这么多年, 你居然想跟我离婚? 你死了这条心, 我就算死也不会离婚的。 杜春娟已经彻底疯了。 她劈头盖脸地就朝着我爸动手。 我爸扭着她的胳膊把她往墙上撞。 少发疯, 小梅怀孕了, 让你照顾她几天, 还委屈你了。 杜春娟, 这些年你花了老子多少钱, 还敢跟老子撒泼? 王小梅抱着肚子柔柔地落泪。 哥, 我今天就想来见你最后一面, 没想到让嫂子看到了。 这个孩子我会打掉的。 杜春娟嘶吼着, 李德财, 你早就不能生了。 这个贱人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他妈的怎么知道老子不能生? 我爸啪啪打了杜春娟两个耳光, 打得他嘴角都流血了。 李家宝那个孬肿, 躲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喘, 看着他妈挨打。 这就是杜春娟生的好男娃, 真是好大的福气。 杜春娟也是被打昏了头, 竟然脱口而出, 我给你下的药。 我怎么不知道? 王小梅跟吓傻了一样, 哥, 你信我, 这孩子真是你的。 我爸整个人都癫狂了, 久近上来, 几乎把杜春娟打个半死。 我静静地看着这出闹局, 不过筹划了两个月, 就能让这些人崩溃。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他们没有。 我知道杜春娟为什么会这样, 自从她上次流产, 身体就一直没条理好, 再也生不了了。 自那以后, 我爸就很少回家了。 我奶奶三番五次地进城骂她, 我爸这些年, 外面的女人就没断过, 经常十天半个月不回家。 李家宝上小学了, 超过两位数的家法都算不明白, 猪都比她聪明三分。 杜春娟, 说实话, 我真怕哪天我再多个弟弟妹妹, 家产本来就这么点, 可不够几个人分的。 我坐在沙发上, 跟杜春娟敞开了聊。 杜春娟骂骂咧咧, 少做梦了, 你早晚都要嫁出去的, 李家的东西都是家宝的。 这话你可说错了, 我爸年轻力壮, 还能给我再添个弟弟。 我爸要是不能生就好了, 日子就清静了。 可惜呀, 看他那个精气神, 说不定六十了还能生。 我捏着遥控器, 看电视剧里的宫斗剧。 再不受宠的妃子, 怀了运都能张扬起来。 杜春娟看着看着电视, 神情一下子就猙獰起来。 她几乎咬碎了一口牙, 不知道下了什么决心。 我丢下遥控器离开, 听到电视剧里传出的声音, 妹妹呀, 这是母瓶子贵, 咱们后宫的女人 不就盼着这一天吗? 杜春娟盼着自己怀了李家宝, 逼死了我妈。 谁又知道她背后 又有谁等着排队呢? 毕竟我爸越来越有钱。 自从那天, 杜春娟说给我爸 找了个雇本培员的方子, 我就知道 有些事情开始发酵了。 我听我奶奶说过, 杜春娟爸爸是个赤脚医生, 李家宝就是靠杜春娟爸爸 给的方子, 才怀上的。 能有让人怀孕的药方, 是不是也有能让人不育的方子? 王小梅这个女人, 她跟我爸一年了,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 跟着我爸四十多岁 肥头大耳的男人。 是为了爱情, 反正我不信, 所以我找上了她,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王小梅, 在老李家, 只有生娃的女人才值钱。 不然, 就算在我爸这儿耗死, 她也拿不到几毛钱。 当然, 王小梅不知道 我爸不能生, 我爸更不知道 她喝下去的那些补药 都带了毒。 日积月累的, 让她丧失了生育能力, 靠男人活的女人, 下场都不会太好。 杜春娟被赶了出去, 连行李都没拿。 她模样凄凉, 在雨中摇摇欲坠。 那又怎样? 对我来说, 这些不够, 远远不够。 血债血偿, 早就注定的了。 杜春娟走的当晚, 李家宝就被带去 做了亲子鉴定, 她是我爸的种。 我爸松了一口气, 随即转头, 准备迎娶王小梅了。 可惜, 没几天她就发现, 王小梅根本没怀孕, 还带着我爸给的钱, 跟拼头跑路了。 当然, 里面有我的手笔, 不然她也不可能 这么顺利拿钱跑掉。 我爸发现王小梅跑了后, 高血压直接犯了, 差点没直接背过去。 为此, 我奶奶连夜进城来照顾李家宝。 李家宝不亏是李家的宝, 遗传了杜春娟的蠢笨, 我爸的暴力脾气。 我奶奶来照顾她的第一天, 因为粥太烫, 李家宝竟然直接把粥扣 到了她脸上。 烫得我奶头一次 对她的金孙动手。 可她老太隆忠, 那是李家宝的对手。 李家宝推了她一把, 直接摔在了地上。 大晚上的, 我奶奶坐在地上嗷嗷叫。 李家宝抱着手机 躲到了房间里。 盛南, 快, 来扶奶奶一下。 我奶奶眼里头一次能看见我。 她挥舞着手, 让我想起很多年前, 她就是这样一巴掌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只是因为我偷吃了一个鸡蛋。 我爸晚上回来, 正好看见我给我奶奶按摩。 我奶奶不放过任何一个告状的机会, 大骂李家宝不懂事。 我爸看着我, 还是盛南懂事。 盛南, 你就家宝这么一个弟弟, 一定要好好教教他。 我爸露出了疲惫的姿态。 自从知道自己不能生育以后, 他一下老了三分。 我奶奶立马说, 是啊是啊, 盛南, 你要多帮衬帮衬弟弟啊。 我笑了笑, 奶奶, 想要管好家宝其实挺容易的, 限制一下他的零花钱就行。 家宝想要零花钱, 自然就听话了。 我奶奶显然把这话听进去了。 别人家的孩子没有零花钱, 会撒娇, 会听话。 但是李家宝从小要什么有什么, 他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 李家宝在学校朋友不少, 全是因为他花钱。 钱没了, 朋友都没了。 习惯前呼后拥的李家宝, 怎么可能受得了这样的日子? 在我若有若无的暗示下, 他开始偷家里的钱了。 偷钱有一次就有二次, 偷不到钱了就偷首饰。 等我奶奶发现的时候, 家里放着的十万块现金, 全让李家宝偷完了。 我爸自从知道自己不能生, 整天在外面求医问药。 知道李家宝偷钱以后, 第一时间赶回家, 结结实实打了李家宝一顿。 李家宝被打得嗷嗷叫, 我不就是花了点钱吗? 等你死了, 这些钱都是我的, 那也得等到老子死。 我爸气得狠狠打了李家宝两个耳光。 我奶奶心疼得不行, 哎呦呦, 别打了, 家宝知道错了。 爸, 家宝知道错了。 我趁机把李家宝拉走。 李家宝哭得一脸鼻涕, 我看了就觉得恶心, 肯定是你跟爸告状的。 李家宝竟然想动手打我。 我奶奶和我爸都不在旁边, 我就直接揪着这个胖子的头发, 把他按在墙上。 李家宝, 你妈走了你这日子过得不舒坦吧? 我要是你就去找杜春娟。 他是爸的合法妻子, 就算要离婚, 家产都有他一半。 再说了, 你这亲儿子在这处着, 爸不能真不要你们母子。 李家宝的小眼睛闪烁着不怎么精明的光, 似懂非懂。 我知道, 他会把这番话转达给杜春娟的。 最好的报复方式就是看他们狗咬狗。 杜春娟被赶走这么些天都没反应, 不用猜我都知道, 他肯定在谋划。 他哥嫂都是吸血鬼, 这些年就靠杜春娟活了,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杜春娟也是个行动派, 第二天就带着他哥嫂上门了。 一进门, 杜春娟就给我奶奶跪下了。 妈, 我住成了大错呀, 我后悔, 但是我跟德才这么多年的夫妻, 不能说散就散。 还有家宝, 他不能没有妈妈呀。 杜春娟声泪俱下, 人都憔悴了。 李家宝也跟着跪下, 奶奶, 我会好好孝敬你跟爸爸的, 求求你, 别把我妈赶出去。 母子两个抱成一团, 杜春娟的哥嫂也跟着劝。 我爸抽烟不说话, 我奶奶显得很为难。 他们在犹豫, 我爸不能再生了, 李家宝就是家里唯一的哥了。 如果李家宝不是老李家唯一的哥, 他们还会犹豫吗? 我爸迟迟不吭声, 是因为他在等。 等一个快递。 奶奶, 现在真是什么都能造假。 这个孩子根本不是这个男人的孩子, 亲子鉴定结果是假的。 他居然白白给别人养了这么多年孩子, 真是傻。 我陪着我奶奶看电视, 狗写电视剧他看得很认真。 我奶奶这个人, 有时候精明地过头了。 他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上次你爸不是给家宝做过这个什么亲自鉴定吗? 是啊, 还是杜春娟找的医院, 说他有熟人, 结果出来得快。 我奶奶表情就有些不对劲了, 问清楚亲子鉴定怎么做。 他给我找了几根李家宝的头发, 还有牙刷, 让我再送过去做。 这一次是我爸亲自找省里的三甲大医院, 绝不能有杜春娟找人作假。 一出结果, 医院就会把快递寄过来, 而这个快递他等到了。 我爸拆开快递只看了一眼, 狠狠吸了最后一口烟。 他直接打电话, 把手下的小弟喊过来。 杜春娟的歌嫂连哭喊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打得半死。 杜春娟被我爸打掉了两颗牙, 含着泪往肚子吞。 李家宝彻彻底底吓傻了, 靠在墙根直哆嗦。 我奶奶一口气堵在喉咙, 当场晕过去。 李家宝跟杜春娟被赶了出去。 我奶奶气得脑淤血住院了。 没了李家宝这个歌, 李家的魂都掉了一半。 杜春娟, 这次我爸肯定要跟你离婚了。 你跟了我爸这么多年, 竟然一点都没拿捏住他。 我要是你啊, 都觉得亏得慌。 我去找了杜春娟, 看他跟李家宝住在一个便宜旅店里, 日子过得实在不好。 杜春娟没了李家坐靠山, 爹不认妈不亲。 歌嫂还被打断了胳膊, 彻底没了依靠。 我没想到的是, 杜春娟最后居然会给我打电话, 求我接济接济他。 他说要跟我合作。 李盛南, 别装了。 我知道你一直恨着你爸。 杜春娟脸上的伤还没好, 一说话就疼得抽气。 恨有什么用, 我不还得靠着他给钱念书。 等我上了大学, 我这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不过你呢, 这辈子也算是过到头了。 我微微笑了。 杜春娟看了我很久, 最后下定决心。 去年你爸工地死了个工人, 后来花了六十万瓶了事。 你爸有一次喝多说漏了嘴, 是他失手把人从高脚架推下去的。 我录了音, 那个录音笔就藏在主卧床底下, 你去找找。 杜春娟说要用这个录音额, 我爸一半身家, 然后带着李家宝远走高飞。 当然, 他也说了会分给我十万。 我回去以后果然在床底下的侧缝里 找到一个小录音笔。 里面是我爸的声音, 清清楚楚的。 我笑了, 最后的报复计划也在脑海中成形。 等我爸回来以后, 我吞吞吐吐地说, 爸, 杜春娟说给我十万块钱, 让我从主卧床底下 找一个录音笔给他, 我没敢要。 我爸脸色一变, 立马冲到卧室去, 在床下翻找一圈, 找到了那只录音笔。 我看到他冲到卫生间去, 过了一会儿脸色铁青地出来了。 盛南, 这是儿你做得好。 你是李家的娃, 我的种。 就该向着我。 我爸夸了我几句, 竟然也没避开我, 立马打电话。 他凭啥分走我这么多钱? 必须离婚? 不离不行? 转移财产。 他这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 是跟他的律师打的。 这些年, 他生意做得大, 也懂法, 专门聘请了一个律师。 而这个律师, 就是周扬他家公司的专用律师。 我爸打完电话, 一连抽了三根烟。 盛南, 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最向着我。 明天你跟我去找律师, 签一份文件。 我抹了把眼泪, 再怎么样, 你也是我爸。 我哭了, 我装的。 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 盛南, 这些年是爸爸亏待了你。 我在他看不到的时候, 低头笑了。 很快, 我就到了律师事务所, 迅速地签了几份文件。 短短几分钟, 我就拥有了两套房子, 不菲的现金。 我爸这个人够狠, 几乎没给自己留多少钱。 我爸顺顺利利跟杜春娟离了婚, 也不折腾治病了。 盛南, 你可是爸爸唯一的依靠了。 我爸给了杜春娟他哥嫂一笔钱, 让他们把杜春娟嫁到了外地乡下。 至于李家宝, 也跟着杜春娟走了。 我奶奶还躺在病床上, 靠护工伺候着。 房子的过户手续办完了, 那些现金我转移到了周扬国外的账户。 一转眼, 到了高考的时间。 盛南, 好好表现, 咱们老李家就靠你争光了。 考试那天, 我爸亲自开车把我送到考场的。 他根本不知道我被提前录取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参加高考。 就在前一个小时, 一份备份录音送到了警局。 我进考场的时候, 扭头看了眼我爸。 这个男人彻彻底底老了, 脸上的皱纹跟褶子都藏不住。 我仿佛又看见了我妈, 搂着我说, 盛南, 好好活。 考上大学, 妈就有好日子了。 我大步朝着考场走进去, 周扬早就在等我了。 他问我, 事情办完了? 办完了? 那我们走, 机票已经买好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 扬起了八岁以后第一个愉悦的笑容。 妈, 我考上了大学, 也会好好生活。 别惦记我, 等我毕业再回来看您。 。